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 讲述女主金子被人陷害入狱13年 出狱后成功复仇的故事 金子出狱时 牧师带着一群打扮成圣诞老人的人迎接金子出狱 但却遭到了金子白眼,离开了 13年前,金子因绑架以及杀害男孩红木坐牢 牧师探监说金子是天使 而且热心帮助育友 所有人都以为金子洗涤了灵魂 可这就是金子复仇的开始 金子找到了以前的育友荣喜 荣喜是个妓女 她杀死了丈夫郎当入狱 在监狱期间,金子对她照顾有加 使她明白了很多道理,重新做人 她给金子安排了住处,以表示感激 晚上她梦见了害她坐牢的白老师 梦见开枪杀死了她 金子欣慰地笑了 隔天,金子找到了红木的父母 砍掉了自己的手指,表示悔意 恳求他们的原谅 然后金子见了另一个育友,宿苑 宿苑在监狱里因为肾衰竭危及生命 金子捐出自己的肾,救了宿苑 宿苑可以为金子做任何事 但她只希望宿苑和她老公帮忙做一把枪 而这把枪的图纸就是金子在监狱里 一直照顾着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间谍给她的 金子来到了一家面包店 想打工解决经济问题 老板就是在监狱里教他们做蛋糕的老师 也邂逅了对金子一见钟情的打工仔 金子19岁时意外怀孕 找到了之前见过的白老师 希望得到照顾,生下孩子 而白老师因为不能生育,十分讨厌小孩 他让金子帮助他绑架小孩并索要赎金 可是白老师却残忍地杀掉了孩子 他为了让金子替他顶罪,用金子刚出生的女儿相要挟 还把女儿送出了国外 金子一番调查得知女儿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于是向面包店老板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 前去美国找到了女儿 让女儿拿着刀对着自己的脖子 逼金子带她回韩国 金子还有一个育友宜曾 因为在监狱里长期受代号巫国的人欺负 而金子设计杀掉了他,帮他报仇 怡曾也为了报答金子出狱后嫁给了白老师 给金子做内应 正当两人准备杀掉白老师时 牧师把两人的关系告诉了白老师 他派杀手去杀掉金子和他的女儿 可就在杀手马上要得逞的时候 金子拿出枪反杀,将杀手杀死 另一边的怡曾被打得鼻青脸肿 可是好在白老师吃了含有药的饭菜,昆迷了 金子并将他带到一个废弃的学校关起来 金子让白老师当翻译 告诉了女儿所有的事情 想得到女儿的原谅和理解 最后让怡曾带走了女儿 当金子正要开枪杀掉他时 手机响起 他注意到白老师手机上的一串串小挂件 金子认出那些是被绑架的孩子的 原来白老师每杀死一个孩子 就会留下那个孩子的东西做纪念 而这一串也就证明不止一个孩子被杀 金子再次被激怒,开枪打伤他的双脚 他来到白老师的住处寻找他行凶的证据 并找到了录下罪行的录像带 金子找到了当时负责案件的警察 给他看了录像带 接着他将受害者的家长们都召集起来 当场播放了录像带 人们群情激愤 最后在金子的建议下 家长们决定不把白老师交给警察 由他们秘密处决 他们拿着不同的凶器 一刀一刀的狠狠惩罚着白老师直到断气 埋尸体的时候 金子补了两枪 完成集体杀戮的人们 来到了金子工作的面包店 制作了一个鲜红玉滴的蛋糕 一起吃了下去 接着开始新的生活 金子拿着雪白的蛋糕告诉女儿 一定要雪白的活着 一头扎进蛋糕里 最终女儿也原谅了他 金子成功的复仇 完成了救赎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